大家好,我是成员外 咱们继续来看全新一季的美版处理大师的第九集 自从偷懒式的取消了压力赛之后 在美版做甜品就成了一件风险很高的事 可能是为了平衡这一点 最近两季的赛制里都加进了一集 蛋糕制作大逼拼 感觉一下子变成了像是在看烘焙大赛 这季要做的蛋糕都是很有美国特色的蛋糕 也就是说负责这季的采购员 这次至少要进一吨白糖 这些不同种类的蛋糕有简单有难的 简单的比如这种 这种简单到连我这个手残档 也敢在直播中现场制作的那种 难的就像这种 蛋糕的层数一多 就不是无脑堆叠那么简单了 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找个学土木工程的同学 一问就知道了 既然难以不同 那谁做哪个蛋糕的选择权 当然就不在他们自己的手上了 而是由上场拿到了全场最佳菜品的 今天能在阳台上看戏的妹子肯尼迪来指定 其实从比赛的难度上来说 要完美复刻任何一个蛋糕都是很难的 这等于是变相的压力赛了 肯尼迪自己也说 所以不用比这场已经安全过关的肯尼迪 估计心想 既然是由他来指定谁做哪个蛋糕 那自然是和他越亲近的拿到的就越简单 水平越高的敌方选手拿到的蛋糕自然就越难 于是全场最简单的青年派分给了他同队的 专业做甜品为生的甜景 而最难的九层蛋糕 他分给了那个商人大叔伟恩 连狗蛋都直言 说真的这种难度的蛋糕也逗不了他的话 那我真怀疑这位商人大叔伟恩 全名其实是 Bruce伟恩 另外一个实力很强的 就是那个做炸龙虾的大胡子 则被分配到了另外一款很难的蛋糕 梅伊恩柠檬蛋糕 我顺着说一句翻译这集的时候我发现 这个梅伊恩柠檬在很多地方会被翻译成北京柠檬 所以这款北京柠檬蛋糕是正宗的美式蛋糕 那叫一个DDD 第一道和石家庄的正宗安徽版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起美式正宗 咱们最熟悉的美式蛋糕应该就是红丝绒蛋糕了吧 这款被分给了东北队的布林 但我要说比红丝绒更能代表美国的 应该是小黑拿到这款堆叠式苹果蛋糕 你看他外表粗糙风味霸道 真是在美国不过了 除了那些被分到蛋糕本身确实很难做的人之外 另一些在本场瑟瑟发抖的就是自己烘焙水平极差的人了 比如烧口大师肯德尔 他拿的蛋糕倒是不难 但架不出他的烘焙水平差 结果没想到他所在的强大的南方队再次大力出奇迹 再次产出了全场第一 让他又一次鸡犬升天式的安全过关 这次比赛时间是90分钟 听起来比美版出一大师平常的比赛时间长了很多 但对于做蛋糕 特别是做多层的需要高度装饰蛋糕来说 90分钟还是太短了 要知道隔壁专业比蛋糕的烘焙大赛 比赛时间那都是两个小时起步 90分钟无疑又是增加了一层难度 比赛开始之后 东北队的仅剩的两个妹子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现在的赛事是每队分别选出一个最好的和一个最差的 那东北队就剩他俩了 两个人说是队友其实是更加直接的对手了 只要赢过自己的队友 那就绝对安全 这个赛事我一直说不好 这算精妙还算傻逼 结果更加美式更加易做红丝龙蛋糕让布林赢了下来 有着德国血统尼娜做的德式蛋糕 变成了垫底三明之一 之前说的90分钟对于做重度装饰的蛋糕来说 非常不友好 因为不管你是要往蛋糕上抹奶油还是别的什么 都必须得等蛋糕本体凉下来再说 不然不管抹什么全都得化成一汤 田姐就遇到这个问题 他做的清净派不知道怎么的 一直凉不下来 我真奇了怪了 也不知道他是用三味蒸火烤的 还是冰箱就没开 他早早就出炉了 那个派的温度死活就没降下来 导致他挤上去的奶油化的七七八八 也沦为了垫底三人之一 但是拿到那个不需要裱花的裸奔蛋糕的小黑 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结果他做出来蛋糕和原版几乎一模一样 拿到了本场的最佳 同时让人感觉特别神奇的是 三人大厨委面对那个九层蛋糕竟然做成了 虽然把装饰的细节还差点意思 但他毕竟做出来了 就已经很厉害了 因此他名列前茅无可厚非 而最后一个垫底的三人之一 就是这个大胡子 他在比赛最后阶段做到抹到蛋糕上的黄油霜的时候 完全不会做 彻底抓瞎了 眼看时间就要用尽 情急之下他胡乱的加了点奶油奶酪进去 胡乱的往蛋糕上抹了两把 做成这个样子他自己也知道难逃一劫 在评委们最后巡视的时候说 最后他和另外两位一起垫底 我知道什么都磕只会害了我 但这两位这么抱在一起 我真的感觉莫名的好萌啊 这三位垫底的作品一比较 很明显 大胡子的蛋糕惨不忍睹 特别是他最后加的奶油奶酪受到了评委们的严重批评 也许他往里面加五勺玉米粉就好了 最终这位非常有趣的大胡子就此下线 下一场是外景赛 他们要面对一百个熊孩子的体育场烧烤大赛 全场目光相信都会集中在烧烤歌身上 他是会在自己的绝对领域里大放异彩 还是败在自己的最强招数之下呢 我是成员外 咱们下集再见 拜拜